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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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难过的把已经熄灭了的萤火虫的瓶子递给了白沙 白浅心疼的看着阿里 娘亲 我把他们关起来 是想带他们来家里做客 可是他们都死掉了 是不是我杀了他们啊 傻团子 萤火虫就是这样的 寿命很短很短 可是这一晚 你们互相陪伴 你已经成为他们的朋友了 他们虽然不在了 可是将来再出现的时候 一定可以认出你来的 可是阿里好难过 叶华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白浅 用修为救活了那些萤火虫 阿里 你再看看 他们又活过来了 他们并没有死 只是睡着了 他们也会睡觉嘛 当然了 你晚上睡觉 他要照亮你 白天你醒了 就是他们睡觉的时候了 那等到晚上他们醒来了 我可以把他们送回树林吗 我怕他们会不开心 父君 那你和娘亲先去旁边 我要跟他们说悄悄话 好 别跑远了 知道了 叶华跟白浅牵手出去了 白浅担心的看着叶华 叶华 阿里还小 这些是他慢慢会忘记的 你现在大伤出狱 实在不宜再耗损修为救这些萤火虫 浅浅 在我的心里 没有什么比你跟阿里更重要 只要是能让你们快乐 耗费几年修为算什么 现在阿里还小 我希望她的童年都是快乐的 不想让她有任何的遗憾 叶华 谢谢你 傻瓜 我们之间还需要道谢吗 白浅安心的依偎在叶华的肩膀上 叶华轻轻抱着她 天公 连颂已经完全恢复了 成立开心不已 太好了 你终于好了 我们所有的苦难都结束了 只要再在这里生活一千年 所有的一切就都结束了 那等结束的时候 我要去人间开的餐馆 你做老板 我做老板娘 那条街到了晚上一定会很热闹 要有两层楼 一楼做餐厅 二楼做个戏台 全唱曲说书 好 全都听你的 不过 我们没有银子怎么办 这有何难 我们把这宫殿卖了不就得了 那恐怕没人敢接手吧 这可是三殿下的宫殿 而且 这可是天君送你的 你舍得卖掉吗 是啊 是天君昔日赠予我的 可惜如今物是人非了 他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天君了 连送的乙气里透着难过和失落 成立又何尝听不出来呢 毕竟是自己的亲爹 再多的认恨 也比消不了当初的亲情吧 晚上 吃饭的时候 私命把古籍还给了凤九 小殿下 你真的决定了吗 要去找西入上神 难道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不过 他对太子殿下一直都是一难平 若是这一次在看你着急救人 春火打劫 你准备怎么办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也只好让他打劫了 私命点了点桃 陪着凤九去了瑶池 西入现在失去了一切 早已经会议冷了 清求白凤九 求见西入上神 快滚吧 我家主人是不会见你的 白凤九愿意一切交换 求见西入上神 说了让你滚你没听见吗 让他进来 是 主人 私命被那些人拦住了 白凤九自己一个人进去了 西入这会儿正一个人坐在亭子里 白凤九 你还想来做什么 怎么 要来杀了我们也可为你姑姑报仇吗 西入上神 白凤九今日前来 是有事相求 有事相求 你有何事相求于我 白凤九得知您是四海八荒 唯一知道如何取得万年寒冰的人 故他来求您告诉我地方 你难道不知道 白凤九摇了摇头 西入见他眼神诚恳 突然想到 一定是那些人还没有弄懂图纸的奥秘 没有将图纸交给白凤九 你真的想要图纸 求上神赐我图纸 白凤九愿以一切交换 若是我要你的命呢 好 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 要等我先救活帝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您笑什么 我要你的命有什么用 那你想要什么 若你真是想要这图纸 我倒可以给你只条明路 但是 我要你三条尾巴作为交换 我听说 九尾胡断尾之痛 无异于常人挖心之痛 我想看看 你会不会痛 上神真的肯与我交换吗 当然 机会我是给你了 要不要 全看你自己了 西入将匕首放在了桌子上 白凤九笑了笑 从桌上拿来了匕首 又将狐尾变换了出来 自己亲手砍掉了三条尾巴 尾巴还在滴血 白凤九冒着冷汗 把尾巴递给了西入 我已经做到了 求上神赐我图纸 西入一把将狐尾扔了 冷冷的看着白凤九 把你的狐狸尾巴丢远一点 别脏了我的手 白凤九 我西入一向说一不二 我告诉你 如今图纸已经不在我手中了 我早已交给了三殿下连送 你若真是要救帝君 就去找他借图纸吧 西入说完话就走了 白凤九昏迷了过去 一蓝芳华 白浅突然觉得胸口沉闷无比 浅浅 你怎么了 叶华 小九好像出事了 我突然感应到 可是 我找不到他的具体位置 你别担心 我马上去找 另一处 西入走后 那些天兵也就退开了 四命剑他们都走了 就跑进去找白凤九了 不料却看见了他鲜血淋漓躺在地上的样子 不仅如此 他还退化成了小狐狸 只是 他只有五条尾巴了 小殿下 你醒醒 小殿下 四命情急之下擅作主张 把凤九抱回了太成功 只是这一次 凤九伤得实在是太重太重了 同时失去了三条尾巴 真是怎样的疼痛啊 来人 快去把我所有的药箱都拿来 是 新君 四命用上了所有的医术 才终于保住了白凤九的命 白凤九痛苦地躺在床上 嘴里发出痛苦的声音 小殿下 对不起 是我要带你去摇齿 是我害了你 四命撑着头落泪了 凤九从前就是这样傻 可以为了别人让自己伤痕累累 可是这一次也太严重了 叶华去了吴望海 可惜并没有找到凤九 若是如此 那他也绝不会回青丘 最大的可能 就是来了太成功 太子殿下 四命在家吗 启禀殿下 四命新君在院子里 属下这就去叫他 不必了 本君自己进去就行了 叶华进去的时候 四命正好抱着药箱出来 差点撞到了叶华 四命新君拜见太子殿下 请起 四命 凤九可在你这儿 是的 小殿下在房中 叶华看了一眼四命手中的盆子 血已经让水变成了红色了 太子殿下 请屋进去 现在小殿下的情况不太好 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还是请太子殿下 等小殿下醒来了 亲自问小殿下吧 有些事 我实在不好多言 叶华直接退门进去了 房间里 白凤九已经恢复了人形 只不过整个人面色苍白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殿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殿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殿哦 我们下期见